你好,我是順子 那今天來開箱這一個 雅培的CGM 這個叫做 Freestyle LibreLink 弗里扇的順感連線 這個是我今天去買的 不是業配 那這個好處就是他可以 24小時的監測我們的血糖 然後可以持續使用14天 所以使用這個CGM 這個順感連線 可以隨時的觀測我們血糖的變化 那今天來開箱這個 那我會來 來做安裝 這個機器安裝還有App的操作使用 那這個是雅培的那個CGM的第二代 那個Freestyle的第二代 那他是用手機去感應的 那在國外已經有第三代出現 第三代就不用手機去掃描 而是他 他 會直接把數據傳到手機上面 這個是第3代 那目前 台灣只有引進第2代 這顆就是我第一次使用之後拔下來的這個 感應器 他的大小呢 大概就是跟50塊差不多大 比50塊大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軟針 看到嗎 軟針 等一下呢我們就是會把這個 這個感應器 會裝在手臂 這邊 所以等一下會是這樣一個安裝的過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些工具 這個傳感器 然後 消毒的酒精棉 你工刀等下拆裝用的 還有你的手機 這邊有兩本操作手冊 那一本是這個iOS 蘋果用的 一本就是Android系統用的 裡面呢就是有安裝的說明 還有一些 操作的 使用 來我們先把它拆開來 這個是什麼 對這是簡易版的使用說明書 那拆開了裡面就兩個東西 這個像果凍一樣的東西叫做 傳感器 套件包 那這個就是它的傳感器 服務貼器 也就是 感應器 來先把這個打開 來要吃果凍了 不是 轉開來就可以了 轉開來 這個套件包上面會有個編碼 必須要跟傳感器的編碼是要一致的 OK好 核對起來沒有問題嘛 這兩個 安裝 安裝方式呢 安裝方式呢就是這邊有一條黑線 然後對準這條線 好這邊要用力的壓下去 然後拿出來 那 這個敷貼器呢 這個感應 傳感器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沒有什麼作用了 這個 然後拿酒精棉片 在我們要裝的地方消毒 你看這個是我上次裝的 到現在這個印子都還在 這個兩個禮拜了 還沒有消掉 那有的人可能對這個膠帶會有點過敏 所以他可能貼的時候會有些 癢啊 發紅啊 甚至有點瘀青這樣子 那這個 這樣還能不能帶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就是拿酒精棉片把這邊都消毒 然後他完全乾燥 好接下來就是最緊張的時刻了 因為這個也是我第一次自己裝 第一次是衛教師幫我裝的 那我覺得 自己要試著去安裝這個東西 這個可能在安裝的時候 盡量讓這個肌肉稍微放鬆一下 然後壓的技巧呢就是直接用力按下去 啪很大聲 可是事實上不會覺得痛 好然後把 拿拔開 其實我這樣看的不是很清楚 喔 成功 好啦他這樣就黏上去了 那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影片你就知道這個 這個其實黏得非常的老非常的黏 所以 其實他不容易的脫落 那聽說有的人這樣打下去之後會有點流血啦 那如果有流血就是拿酒精稍微擦一下 然後他這個是防水的 所以 你洗澡啦運動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他不需要再貼一個什麼防水膜這個東西不用 他就是直接這樣子裝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傳感器只能貼在手臂 也就是說 左手或者是右手的這個後面這個位置 好接下來我們到手機去安裝這個CGM的App 那我的是Android的 所以到我的那個Google Play商店 去下載 去下載 因為我已經安裝過 所以我這次就是把它先解除 然後重新再安裝 那你輸入Libre就可以 LibreLink LibreLink 好那就是選擇這個FreeStyle LibreLink 這個 點擊安裝 安裝好了之後開啟 就是立即啟動了 其實他這邊有一個說明 其實這邊有寫他的一個介紹 我們按立即啟動 那這邊我已經註冊過一次了 那就選擇你所在的國家或地區 下一步 法定年齡 按接受就可以了 接受 按接受 建立帳號 那這邊就輸入你的個人基本資料 這邊有 下一步 那這邊一樣用你的 常用的email 那個密碼 然後輸入兩次 這個密碼需要有英文大寫英文小寫跟數字 這樣去組合的 然後這邊就是看你要不要 訂閱有關他的一些資訊 那你可以勾示 或勾佛 OK 那你看因為我已經註冊過了 所以他跟我說我已經有產生連結了 不需要 建立新章 我只要登錄即可 那就登錄我的帳號 確定 然後加入 那這邊就是一個 測量單位的設定 那台灣這邊是用好客分身這個單位 那當然就選擇你所在的那個血糖監測單位 下一步 好那我們台灣這邊是選擇份數 一份糖內等於15公克的碳水化物 依照您所在的 地方的這個 常用的 這個碳水化物的單位 或者是份數 下一步 掃描一個監測器 將觸發震動 選擇是否除了震動之外 還想聽到聲音 是 好下一步 那這邊就是 有一些訊息 下一步 這邊有葡萄糖背景顏色 那我們不用去動 用他預設的顏色就可以了 最低的這個紅色是血糖 低血糖 低於70 那最上面葡萄糖 我叫葡萄糖 血糖 最上面的橘色呢 是血糖高於200次 那綠色是我們的理想範圍 那這不用去動他了 就下一步 這邊有一個趨勢箭頭 每次掃描的時候他就會跟一個顯示一個箭頭 跟你講說現在血糖是平穩的 還是在往上升 還是在往下降 這邊會有符號顯示 按完成 這邊就很重要 他這邊跟你講說掃描監測器 那掃的時候呢 你要拿手機的背面去感應他 這個方向去感應他的 那他是用NFC的這個 感測原理 所以大概是用手機頭的這個部位 去感應他 那你就是貼著就可以了 聽到聲音嘛對不對 OK好 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我之前第一次掃描的時候其實我們沒有經驗 所以這邊弄半天 後來就是發現說你只要靠上去 手不要離開不要動 讓他 停久一點 他會 他應該會兩次聲音 第一次小小聲的 第二次就是像剛剛那個比較大聲 同時他這邊會顯示 監測器就緒時間是 22點17分 所以他需要大概60分鐘的時間去 去運作吧 去暖機 就叫暖機 所以 整個的操作 就是 從安裝到App的設定 就是 到這個步驟 就可以了 我們就等時間到 再來做感應的動作 這樣子 剛剛手機叫了 就是時間到了 這邊寫說請將智慧型手機的背面 靠近監測器 知道聽到兩個聲響或震動 重點是兩個聲響 是153 那如果你有穿長袖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感應的 他 這個感應可以 透過穿透那個衣服 所以 不需要每次都這樣撩起來 現在顯然是153 那這邊可以增加新增備注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促進 飲食啊 藥物啊 運動啊 那目前沒有什麼要記的 所以就先取消 這個雅培的Freestyle LibreLink 需要 至少8個小時內要感應一次 超過8小時沒有感應的話 可能那個曲線就會中斷掉 因為這個感測器很小 那 也蠻薄的 所以 我帶了一次之後 我覺得基本上不會對我的生活 日常的 動作啦 或是活動有什麼干擾 就是睡覺也不用去 擔心說壓到壓壞 什麼的 不用 那洗澡也沒有問題 它這個有防水的功能 那我 我有看到說明書上面寫說 你可以帶去游泳 但是 這個在水裡的時間呢 不要超過30分鐘 然後因為它這個是14天嘛 有效的使用期限是14天 計算的方式呢 就是從 到明天的這個時候 晚上10點多 算 一天 這樣就去算 不是今天算一天 是以24小時 到隔天的這個時候算一天 然後今天的安裝先到這邊 那之後我會做一些測試 那 之後再來分享 更多有關 這個連續血糖建測 這個 這個 體驗吧 好